由于Omicron跟一般感冒的症状非常的类似 民众都很关心 染上Omicron个案的染疫情况 到底是如何该如何分辨呢 指挥中心也公布了 从今年1月份以来 总共有391例的本土个案 大部分都是Omicron 而患者最常见的症状 高达51%都有喉咙不适的问题 48%的人有咳嗽 29%有发烧 另外有26%的人 有流鼻水或者是鼻塞的状况 那么头痛也有10% 但是在嗅味觉异常的部分 只有两个人占了0.9% 因此指挥中心就说了 染上Omicron的患者 很少会出现嗅味觉异常 不能够用这个症状来界定 到底Omicron病毒对人体威胁大不大 指挥中心公布了最新的染疫分析 从2022年1月至今 在本土391例当中 多与Omicron有关 年龄大约落在30到60岁 而确诊者大多是轻症 比例将近六成 其次是无症状 也没出现中重症以上的个案 而症状以喉咙相关最多 还有咳嗽发烧流鼻水为主 秀味觉异常这个部分 目前是统计只有两位的 这个个案有发生 所以整个比例是0.9% 不要说纯粹以这样的一个 症状的有或无来界定说 这个是不是感染到Omicron 至于境外移入个案 总计406例确诊者 年龄以20到50岁居多 也是无症状和轻症为主 但中重度以上有三例 其中一例是本周入境的50多岁男性 他打过两剂BNT疫苗 无慢性病史 有咳嗽症状 CT值19 在入院后咳嗽加剧 血氧饱和浓度 一度掉到94% 有接受瑞德西维药物治疗 在11天后就康复出院 另外还有一例特殊案例 有名境外移入个案 在居家检疫第六天时 因为同住有人确诊 就又回到检疫所隔离 因此入境第20天后才确诊 这样看来 染上Omicron病毒 多半不会造成重症死亡 但前国舰署长邱淑提去指出 不要再用Omicron很温和来催眠自己 以为轻症无症状就没事 国外死亡案例人高 还可能造成后遗症 都埋下本土疫情隐忧 看得懂数目人就知道 其实他重症跟死亡是在降低 但重症死亡降低 并不代表我们要松懈 毕竟染疫人数增加 重症死亡也可能跟着翻升 防疫措施还是得维持严禁 这这么不懂